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半 经过这里有一个天桥 你看这个地方很宽敞 这边晚上可以露营 这个桥下 然后右边是 我导航还没关 前面是一个小镇叫江南镇 就在这个106国道中间 我一直通往过来 前面还有一个小加油站 在这个天桥下面露营 我把车开进来了 我还没停好 我先在这个附近看一下 山的那边有几户人家 好像有个四户还是五户在里面 这里还有一个拖挂车的后面的这个斗停在这里 拉货的拖挂 大概有11米长这个车 11米长的车厢 我把车子停好了 我还没注意 这里还有人做过饭 这里是不是他们穷游过来 路过这里做过饭 106国道边上 这个地方是一个好露营地 骑行者的露营地 真的 我把车停在这里 我也可以在这里做饭 现在是三点多钟 等一下就要四点了 我就不继续出发了 因为继续出发 它不一定有这么好的露营地 我在前面看一看 这个边上还有人家放满的柴火 这个柴火我就不会剪它了 我剪没用的 这里还有耕田的设备也放在这里了 这个下面呢 下面有水沟 水沟 这个水肯定是很脏的 下面有养鹅 养了鹅养了鸭 养了鹅的养了鸭的 这边房子建的蛮好 不过这是一个镇 这个镇很热了 鹅 鸭 这个水看起来还是 感觉不是那么脏 洗脸洗脚应该没问题吧 这边再看一下 还行 还行 这里是一个小镇 哇 我的车钥匙没拿 搞忘记吧 车钥匙没拿 天哪 可能没锁 可能没锁 我那个手机还在车里 我拿出来 保障一点 这个下雪天 我刚觉得狗狗有点冷了 我去前面那个镇上去给他看看有没有厚一点的垫的那个布 在车里啊 小白 在车里 听到没 不要下来 不能下来 在车里 不能下来 我去给你买东西 他想下来 让他在车里面 车窗户我都开了一点缝 把车停在这里 去前面那个镇上 这个镇上看看有没有一两万人 大是不大 像我们家乡的那个镇 也不是很大 中国精油 免费洗车 家乡油估计就是免费洗车一次 这边有一个批发超市 去那个超市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 小狗垫的 没有啊 布有没有 什么布有没有 这里啊 这个 这个毛巾太小了 太小了 这个过不去 这个过不去 有没有大一点呢 这种呢 这个我有 这个也小了 要不是大浴巾 大浴巾啊 有没有啊 有 在哪里啊 这些都是毛巾呢 买条浴巾大一点呢 也没有 这个呢 这个也小了 太小了 这是毛巾 毛巾都小了 毛巾我有 那个超市里面没有买到 没有大一点的那个毛巾 就是浴巾啊 没有 只有毛巾 我再去前面看看 看看 看看 还有没有超市 来 小白 小白握手 握手 来握手 握手 这个这个这个手 哎对对对 哎真乖真乖真乖 哎呀真棒 现在是四点半钟了 我刚才给狗狗 实在是买不到那个 扣的那个 电的 我买了一个摩托车的 就是摩托车 电动车 前面一个挡通的那个 我已经我是去那个杂货店买的 我没有拍视频 找了半天 找了好久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不然晚上确实很冷啊 我已经给他铺上了 这是摩托车的这个 30块钱 我给他还价25块钱拿过来了 晚上他这个狗在这里睡觉 然后还可以盖起来 他就不会冷了 不然的话等下 冻感冒了就麻烦了 还得给他治 我把那个雨伞撑起来了 挡风 后面有个柱子 我旁边用车子 这样挡起来 这样子就会暖和很多 我现在把火升起来 升起来暖和一点 久违的南瓜 好久没吃了 这是我12块钱买的 撒搞一点 撒搞一点 不知道晚上会不会再下 我的炉子在吹烟渺渺 坐在炉子旁边很懒 我把雨伞再固定了一下 他就不容易把它吹翻了 等我饭 等我饭搞熟了 我就来喂小白 喂他粮食 这样子搭建起来 就像一个家一样 很温馨啊 里面很懒和 哎呀 刚才摔一跤 哎呀 坐歪了 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很喜欢吃南瓜 为什么喜欢吃 看我是怎么烧的啊 我现在把它用水洗一下 朋友们起锅烧油了 好一点就够了 搞多了 再把这个腊肉搞点进去 先把这个腊肉煎出油 差不多了 火很旺 然后再把南瓜 搞里头 回来 好一点 你还要喂鲸 先搞里头 成熟 快了 南瓜熟了 可以了 OK 朋友们好 这是我的南瓜 炒好了 放在炉子上 这样吃热的 爽死了 开饭了 朋友们 开吃 哇 这个南瓜 你吃什么肉的还好吃 真的 红烧 又辣肉炒的 它很香 好吃 你还吃饭啊 来 吃饭呢 平时给他饭 他不吃 真是棒 吃饭 太好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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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饭菜都吃完了 小白没动 小白今天吃多了 我知道 我给他吃了几个圆子 然后还有那个圆子 还有鱼给他吃了 他晚上他不想吃了 不想吃就算了 有这个炉子真好 可以烤火 我里面放了一根柴火进去 刚放的 让它烧 趁天还没黑 好消息 好舒服 又想闻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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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冲天还没黑 把这里收拾了 那个雪山 山顶上全白了 我把镜头拉过来看一下 全白了 全是雪 我再把这个村庄的镜头拉过来看一下 好近好近看起来 那边小镇上的灯还是蛮亮的 最亮的地方那里就是一个加油站 就是那里 私人加油站 我看了没有停车位 有停车位我都会停在那里 晚上停在这里应该没关系吧 虽然上面草湿炒了一点 然后 这边也有一辆车 那个货车 今天给小白 搞了一个这个厚的 这个垫起来 晚上他睡的时候还可以给他盖起来 这边可以给他盖起来 这样他就不会冷了 之前搞个毛巾确实有点淡薄了 现在下雪了 怕他扛不住 哎呀 到床上去 把这个衣服搭在车上 在里面套裤子的霸佛 睡觉了小白 睡觉了 睡觉 衣服不能掉了 今天晚上小白就可以睡得懒惑了 这个棉呢 给他垫起来 还有盖 他这里睡得跳舞都可以 睡觉 好了 睡觉就睡觉吧 朋友们晚安啦 睡觉 睡觉